接下来我们有请李昌宇评委 来宣读下一位挑战者的推荐词 首富和平 是他作为一名军人最坚定的训练 十年军力生涯 他无冤无悔 在无数次训练中 将坦克降时技术磨练到极致 帅 什么叫气冠如虹 停得分毫不差 在常规赛的挑战中 他驾驶由我国自主研发的96A型坦克 完成了270度漂移精准停靠入位 精湛驾驶技术令人看为观止 坦克全长11米 整个场地长度为38米 挑战者从100米外的跑道 依次将三辆坦克270度漂移停静车库 即为挑战成功 碰到任何标志物 挑战即为失败 能这么玩吗 坦克 能这么玩吗 坦克 速度非常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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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吧 漂亮 漂亮 要成功了 漂亮 漂亮 好帥 加油 現在李東馬上要開始第二次挑戰了 剛才我站在後面可能他會有點緊張 因為他可能會顧慮我 這一次李東是完全放開了 我們來看看他第二次感覺怎麼樣 出速度其實非常快 但是在坦克上感受不到這樣的速度 千萬不要把這個玻璃撞碎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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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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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现在李东马上要开始第三次挑战了 现在前后两边都有障碍物 这是最后一次挑战 也是难度最高的一次挑战 这么多的距离它该如何挑移 加油 李东 加油 交270度 转过来 加油了 李东 全力以赴 到这个刹车点 刹车 交 再加上 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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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我们的李东挑战成功 所以我们四位评委 共同推荐他 成为挑战不可能 第三季年度挑战王的候选人 坦克兵李东 观众朋友们可以扫描 屏幕上的二维码 了解坦克兵李东的故事 一起见证他 挑战坦克车精准飘移的位 今天我们的总决赛 李东因为要坚守在他的岗位上 所以他不能来到我们的现场 但是没关系 我们挑战不可能节目组 把总决赛的荣誉奖牌 给他送到了部队 接下来我们就现场连线 李东所在的陆军装甲兵学院 陆军你好 小三你好 四位评委你们好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过年好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陆军装甲兵学院 身后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装甲兵李东 李东赶快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 我是坦克兵李东 很高兴又见到大家 在这里给挑战不可能的观众 和现在的评委老师 和现在的评委老师拜年了 国联好 李东是四位评委 直接联媒推荐成为我们年度挑战门的候选人的 感谢四位评委 这是对我和我们所有装甲兵的认可 我们会更严格地要求自己 保证不辜负祖国和人民的希望 在这里我要代表我们今天的四位评委 为李东带上我们挑战不可能的奖章 祝贺你 谢谢老师 太棒了 我会继续努力 在祖国需要我的时候 我会奋勇向前 今天是大连三十 在这里我和我的战友们 给全国的观众朋友 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 来给大家拜连 那赶快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这个礼物拿不出来 得在我们身边 这个长120米宽60米左右的空场地完成 我们再准备一下 来 我们世不以待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坦克表演 赶紧人员 发动执行 发动执行 我这有多少辆坦克 二 四 六 好多辆啊 我多不 现在这个角度真的不能看得出来 它们要干什么 有的挺歪了耶 是不是应什么字的 哇 看出来了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福字 是福吗 哇 好可爱 这么威武的战斗武器 现在特别萌 一点一点的 最后这个福字这个点 应该是留给李东的 是这样吗 是的 老师我能邀请你和你一起吗 我能进坦克吗 可以 你确定吗 确定 小萨 你羡慕我吧 人生能有几次机会在坦克上过大年三十啊 这对我来说也是一向不可能 因为我第一次 系好安全带 在坦克里过大年 系好安全带 没有安全带 好的 李东我们可以出发了吗 好 我们出发吧 出发 李东现在把坦克开到了福字的右上角 他要 他要加速了 加速了 明显感觉到引擎的声音在提升 这就是我们的惊喜 福到了 我们要给全国人民拜点安 哦 还要倒过来 哦 福到了 敬礼 敬礼 谢谢 谢谢 在现场我们四位评审联名推荐的项目将可以直接由观众进行投票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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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宣布现场观众为李东及其他伙众 准备好的挑战项目 投票 开始 谢谢 谢谢 各位观众 请多多为装甲兵学院投票 加油 加油 190票 190票 耶 祝贺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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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观众 谢谢 谢谢四位评委 谢谢小萨 我们在这里给大家拜年了 也再次给你们拜年 谢谢你们 谢谢 我们在这里静候年度挑战王的戴上 谢谢 观众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上的200码 一起来传播挑战者李东的坦克精准挑战飘移 和世界一起分享他的精彩故事 向可亲可敬的军人们致敬